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愛全球視野》 《大愛全球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家帶您認識全世界 我是張富昌 烏克蘭分裂問題 一直是最近幾個月的焦點新聞 從去年11月開始的示威抗議 到今年2月中旬的血腥鎮壓 和臨時政府上台 一直到3月中旬的克里米亞公投 和正式簽約加入俄羅斯為止 緊張的情勢和虛擬性的轉變 都讓各界高度關切 現在普廷已經宣布 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一部分 西方國家要如何應應 待會節目中我們有詳細的分析 而同樣和俄羅斯有關的是 車城的遊擊隊領袖 烏馬羅夫被擊斃身亡 這對車城的獨立運動 以及俄羅斯的內部安全 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我們要帶您一起來探討 最後我們還要和您一起來討論一個發生在25年前的漏油事件 這個事件造成相當嚴重的生態破壞 也讓當地漁民的生活陷入困境 到底要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一起來看看 首先我們再來談談 克里米亞公投之後 烏克蘭的情勢 3月16號可以說是烏克蘭最無難的一天 眼真正地看著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 投入俄羅斯的懷抱 卻一點辦法都沒有 雖然西方國家也站在烏克蘭臨時政府這一邊 同聲譴責俄羅斯違反國際法 並且表示不承認克里米亞的公投結果 但是這些延遲攻擊根本都是無際於事 普廷還是吃下了克里米亞 昨天普廷和克里米亞總理簽訂了合併條約 正式把克里米亞納入俄羅斯的版圖 合併條約簽訂之後 普廷馬上加碼 宣布要興建一條橫跨克斯海峽的大橋 把俄羅斯本土和克里米亞相連 讓克里米亞完完全全和俄羅斯結合在一起 而克里米亞政府也向俄羅斯釋出高度的忠誠 馬上將克里米亞時間改為莫斯科時間 時鐘向前調快兩個小時 而且也自動宣布要從2016年1月1號開始 全面使用俄羅斯盧布 讓克里米亞和俄羅斯貨幣統一展現一家人的態勢 除此之外 克里米亞央行也自動降級 成為俄羅斯央行底下的地方銀行 雖然烏克蘭臨時政府和西方國家是不能夠接受這樣的事實 因此也採取了一些反制措施 例如烏克蘭臨時政府準備要向聯合國提出申請 要將克里米亞設置為非軍事區 而美國海軍則在克里米亞附近的海域 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英國要求永遠廢除俄羅斯G8會員國的地位 然而這些非軍事區軍事演習和廢除G8地位的反應措施 我們認為並不能夠改變現狀 也不能夠影響普廷的意志 現在唯一的辦法恐怕只剩下經濟制裁了 因為西方國家不可能動用軍事手段來對付俄羅斯 而且也用盡了所有的外交手段 因此軍事手段是最後的工具 但是歐洲國家高度依賴俄羅斯的天然資源 也和俄羅斯有密切的貿易往來 因此如果貿然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 而產生商人一千自損七百的效應時 那麼歐洲國家恐怕沒有這個本錢 被美國徹底制裁俄羅斯 克里米亞公投加入俄羅斯 在國際社會都還來不及應變之前 俄羅斯加速並吞動作 克制海峽西街克里米亞東陵俄羅斯 是連接黑海與亞素海唯一通道 過去曾有的鐵路橋樑 1945年被伏兵撞毀 俄羅斯準備重新建造直通克里米亞 佈置地理上暢通無阻 連時間也要臨時差 從30號開始 克里米亞時間將調快兩個小時 改採莫斯科時區 後來克里米亞一間銀行提款機錢大排長龍 克里米亞央行宣布當地流通貨幣將有重大改革 在2016年以前 烏克蘭貨幣與俄羅斯盧布 兩種貨幣通用 但是到2016年開始 只能使用盧布 從幻石區到改貨幣 克里姆林宮迅雷不及掩耳 把克里米亞湧入懷中 當地也發生頭二以來的首度死傷事件 隔天 連烏克蘭駐當地海軍總部也被佔領 我想要預告所有人 最主要是自身的軍隊 烏克蘭貨幣 不許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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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甚至也被打從封股 的草 stars 我請坐的 所以吧 顏看大勁已去 烏克蘭做出最大讓步 準備要折民,撤兵 把他們回合去澳大部分 為了放過去的委員會 關注這個問題 關於他們的避開自港本的 烏克蘭貨幣 从 вони感染 此外的想要 普廷志在必得 毫不手软 但是否全面制裁俄罗斯 西方国家却态度犹豫 回击乏力 甚至流于喊话校正 虽然美国在克里米亚吉里之外的海面军事演习 英国也建议将俄罗斯永久提出八大工业国 同时暂停原定6月的G8高峰会 我一位第一个人说 是说G8为推荐讨定性 我们应该谈讨 是否绝对俄罗斯永久禁止 如果再来步骤 这个联合上联合我们的合议 我觉得这是对方说 但是对于美国 有意全面封锁俄国金融命脉 欧洲还是裹足不前 因为俄国大亨是欧洲房地产以及银行界的大金主 如果金元中断恐怕会重创欧洲经济命脉 这一点俄国清楚的很 此外俄罗斯供应欧洲将近三成的天然气 一旦被俄国断气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另外一方面欧盟援助乌克兰的行动也在加速进行 原本欧盟已经同意提供6.1亿欧元 现在又加码再给10亿欧元 此外21号双方签署政治伙伴协定 至于去年底被延宕的乌欧贸易协定 则会等到5月25号乌克兰总统大选之后 再跟新的政府商议 这场牵涉二战后欧洲版图重新划分的政治角力 依然波涛汹涌 乌克兰的命运完全受到国际强权的摆布 真是悲哀 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车臣游击队领袖 乌马罗夫的遇害事件 车臣是俄罗斯南部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自从1991年12月苏联瓦解之后 车臣就相当希望能够像乔治亚一样成为独立的国家 因此掀起了激进的分离主义运动 俄罗斯政府给予能源和地缘战略利益的考量 吉利扫荡车臣的分离主义 因此在1994和1999年 先都和车臣发生两次流血战争 然而在这两次车臣战争之后 车臣境内的分离主义分子并没有完全归顺 反而以游击队和黑寡妇的形态 继续和莫斯科政府对抗 在苏西冬季奥运会之前 车臣分离主义分子 曾经在福尔加格勒和斯塔夫罗伯尔 发动自杀恐怖攻击 试图阻止俄罗斯举办动机奥运会 这些攻击行动的背后主持者 就是乌马罗夫 乌马罗夫素有俄罗斯宾拉登之称 他是反俄罗斯的精神领袖 常常以高加索酋长国 酋长人身份自居 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 并且要将非穆斯林逐出高加索地区 而因为宗教理念相同的关系 乌马罗夫和凯达组织塔利班有合作关系 他曾经派兵到叙利亚 参加反阿塞德政府的战争 不过这位车臣的英雄人物 已经不在人间了 最近他的支持者公开证实 乌马罗夫在一次冲突中 被俄罗斯安全部队击毙身亡 乌马罗夫结束一生之后 俄罗斯的内部安全会不会因此改善 还有待观察 今天 Россия пусть знает что она находится в состоянии войны с кавказскими мусульманами но мы тоже ответы удар наносим именно п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объектам 曾在素系冬奥前夕 主持连续爆炸恐攻 俄罗斯急于除之而后快的 头号通缉犯 乌马罗夫 据信已经不在人世 俄梅塔斯射说 乌马罗夫死在一场俄军的特战行动中 有俄罗斯 屋民众开刀 乌马罗夫与他的党羽 以绑架杀人为手段 他们挟持俄罗斯人 也挟持西方人质 勒索赎金筹措财源 美国曾宣赏500万美金捉拿他 许多国家也纷纷把乌马罗夫集团 列为恐怖组织 俄罗斯外高枷锁地区 原本就盛行分离主义 很多与俄罗斯差异很大的民族 希望脱俄独立 其中最激烈的就是车臣共和国 车臣仇恶情绪其来有次 二战期间部分车臣人勾结纳粹 史达林于是在1944年 将整个车臣民族 强行迁往哈萨克 苏联时期车臣人备受压迫 与俄罗斯的嫌隙越来越深 苏联解体没多久 车臣士气大震 展现出强烈的独立企图 历来的俄国总统如伊尔钦及普廷 都曾派兵镇压 双方死伤数以万计 尽管俄罗斯最终牢牢掌控车臣 但直角不符 反而让车臣沦为恐怖主义温床 打着伊斯兰圣战口号 乌马罗夫自称是 高加索酋酋长国的领导者 他主张严格施行伊斯兰法 要把高加索改造成穆斯林国 驱逐异教徒 这支游击队甚至介入叙利亚内战 与凯达塔利班等恐怖组织互通生气 成为区域安全的不定时炸弹 俄罗斯社会治安同样不得安宁 举凡列车出轨 地铁连环炸弹 或者机场航下恐怖攻击 每一项重大案件 几乎全跟乌马罗夫脱不了关系 所以处境堪怜的是车臣自治共和国的老百姓 他们夹在政府军与游击队的炮火间 往往沦为人肉盾牌与无辜牺牲者 国际社会常将车臣问题视为恶国内部矛盾 不过一群失去丈夫儿子的妇女 秘密收集证据带到欧洲人权法庭举发 更悲愤的女性则加入自杀炸弹客行列 还记忆犹新的是 2013年12月底 俄罗斯南部大城福尔加格勒 24小时内发生两起爆炸事件 警方调查证实 这是号称黑寡妇的女性炸弹客所为 目前车臣平民最大生存威胁来自于地雷 因为战争期间双方大规模布雷 联合国估计至少满有50万枚 是全世界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 车臣与俄罗斯 无法因为乌马罗夫的死讯而松一口气 只要与激进民兵无法达成和平 任何复兴重建努力都会事倍功败 车臣分离主义分子 是由一群激进穆斯林所组成 宗教狂热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他们已经把生命交给了阿拉 随时随地都愿意为阿拉而死 因此他们的精神领袖 乌马罗夫死了之后 仍然有后继之人 继续为车臣独立而奋斗 所以我们认为 俄罗斯仍然要好好解决 车臣分离主义问题 否则恐怖攻击恐怕还是会常常发生 好 接着我们来谈谈阿拉斯加 25年前的漏油事件 邮轮漏油通常会造成严重的生态浩劫 1989年3月24号 一艘邮轮在阿拉斯加的威廉王子湾 触礁导致1100万加仑原油外泄 使得海洋生物大量死亡 渔民也无法出外补役 失去了生计来源 大约有2600头海踏因为油污染而死亡 除此之外 因为海踏的密实环境被油污所迫害 导致海踏的富裕工作困难重重 经过25年的努力 阿拉斯加政府投注了9亿美元 才让海踏的数量回复到漏油事件之前的数量 这场意外的漏油事件 造成石油公司庞大的财政损失 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 影响之大 可想而知 潮起潮落的海水 在岸边的岩石 留下了厚厚一层的油污 全身满是油污的海踏 在岸边挣扎 鸭子一拐一拐地走 全身也都是洗不掉的油渍 在岸边一个角落 一只海鸟动也不动 全身就像是裹了一层厚厚的黑漆 另外一个角落 黑漆漆的一团生命 完全看不出生前的样貌 这里就是这些小生命 最后落脚的地方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的阿拉斯加海岸 就是这样陷入了生态浩劫 1989年 艾克森石油公司 瓦尔迪兹号游轮 在阿拉斯加附近海域 触礁漏油 彻底破坏 威廉王子湾的自然生态 事发当时 第一个潜到海里的潜水夫 是当地民众瑞克华德 不过当时上级却交办给他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瓦尔迪兹号游轮 载运了5300万加轮原油 触礁之后 游轮上近五分之一的原油外泄 由于油污消失的速度极为缓慢 从每年70% 大幅降低为4% 专家估计 今天仍然有大约2万加轮的原油残留 大规模漏游事件发生后 威廉王子湾的海踏 第一年数量就短少四成 有高达2600头海踏丧生 被人类发现的海踏尸体就有一千多具 因为很多海踏会在梳理体毛时 物食粘在身上的油污 因而造成肝脏毁损 海踏的密室环境 也因为长期暴露在炭氢化合物的影响之下 一度让海踏的富裕困难重重 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 阿拉斯加当地市议会投入9亿美元 灾后民事和解的资金 海踏数量终于回复 漏游事件发生之前的水准 有恨恨 但是你不存在恨恨 你知道那些人 把所有人都被担心 在瓦尔迪兹号油轮大规模漏游事件之后 美国规定凡是到阿拉斯加北坡油田采集石油 一定要使用双层船壳的油轮 而且要用两艘拖船 一路护送油轮到阿拉斯加湾 海岸巡防队的雷达 以及两台监看设备 一台负责监看冰山 另外一台也会密切注意船只的走向 原油从油轮直接喷到陆地 冲击到阿拉斯加峡湾 1300公里曲折的海岸线 到现在 在岩石大大小小的缝隙和坑洞 依然可以发现 1989年瓦尔迪兹号油轮外泄的油污 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 今年累月的风吹雨打 这些原油的成分 出乎很多科学家的意外 竟然完全没有改变 原本一开始 专家以为 大自然可以用自我疗愈的力量 很快清除这场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环境污染 但是我们已经花了一个世代的时间 却还不足以弥补 这场人类所酿造的生态浩劫 全球视野 没得给你不懂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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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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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